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妮 那我心里所在的问题是在安大略的一个西方独栋的样板间 那好消息来了就是这个社区的所有的样板间马上要上市出售了 那这个样板间的价格大概会在80万左右 然后它的家具装饰以及所有的升级都是包括的 也就是说那像大型家具这些沙发呀或者是床啊或者是冰箱这些东西呢 大家就不用自己去专门的采购然后找人搬运呢 那个有可能搬运过程中还会出现磕磕碰碰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 这些样板间都是由设计师给精心设计的 那它的家具的摆放颜色的搭配以及装饰的采用 这些都是有一个艺术感在里面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这样的样板间比较感兴趣的话 那现在这就是一个好机会 那这个样板间我给大家的简单介绍一下 它三套的样板间大概呢都 面积都是在2000多尺 然后每一户的一楼都是有一个卧室的 那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啊或者是怀孕的妈妈呢 就比较适合这样的房子 三个户型都是四个卧室 然后两车位的车库 那这个样板间呢它虽然是靠近道路 但是这个道路的车流量非常的少 而旁边呢在建的一个社区呢是一个55岁的社区 也就是说是一个老年人的社区 它以后会非常的安静 再往东面走的话 那面就是Costco 以及亚马逊在这边最大的一个仓库 然后再往北一点点的话 就是即将建成的大华超市 那我们预计大华超市 这是开业了以后呢 会吸引更多的这个中餐啊 或者一些方便华人的一些生活设施 会陆续入住 从这里开车过去大概是两分钟的样子 而且呢这个社区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它所在的位置呢靠近东谷 然后我们知道东谷华人生活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刚才把宝宝在那边送完了以后 开车过来大概五六分钟的样子 那在东谷呢有非常多的华人幼儿园 有很多中英教育的培训班 甚至有中英双语的学校 所以说如果这儿离东谷近的话 你会有很多就是家庭方面 设华人的一些选择的 要提到的一点呢 这个社区离Ontario的国际机场呢 开车大概是十几二十分钟的样子 如果走高速的话 那我们知道Ontario的国际机场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机场 有很多从LA的航线就陆陆续 搬到Ontario这个国际机场来了 离Ontario的奥特莱斯也是非常近的 那边大家要去购物的话 肯定会非常的开心 这块的安全指数也是非常高的 大家如果在谷歌上面搜安全地图的话 会发现这一片是非常安全的 就是在Ontario的新区和东谷这一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Facebook上面 东谷和Ontario的社群里边 也会有经常那个 问大家一些关于 城市建设的意见 来征求大家的意见的 所以是非常开放的 非常年轻的城市 样板间有一些缺点的 比如说像它的电器使用时间 比较长了等等这些 好我们又回到样板间 那这个样板间呢 我会给大家 后边拍一下这三个样板间 给大家都看一下 那如果说您需要定这个样板间的话 那一定要抓紧咯 我会给大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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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